最近這幾天天氣炸到朝暮炉 像七月天的火燒波 這款的火燒波組成 中華一個省油的女人 這款的天氣在無冷氣的天氣 結果人們都中山分氣 三個平年是體溫已經清到四十一度被 經過炒功緊急的降溫才會脫險 他想說在這款的高溫的環境下 你如果一直流冬 對說人們不爽快 這是熱衰結 熱衰腳的症頭 體溫沒有什麼樣的變化 如果是體溫一直清高 但而且沒在流冬 這有可能就是中山 要趕緊找醫生 三十八歲 因為男人比三九病院時 體溫升到四十一度被 因為夏天時在無冷氣的天氣出來 結果出來人發生的時候 已經不知道人了 下三十九點七度 經過春秋秋花一命 連山幾十天的高溫一個保持的路徑 在測驗三千公斤的時候 中山分氣散到便宜的時候 心中又痛去 目前又不會脫離陷阱 我們跑步的時候會有個指數就是四十 你超過四十就不能跑步 那當天三十一號的時候是三十九點五 是符合數值以內 一般人在夏天如果沒有傷害 都會說中山 其實有可能是一山的空 那邊中山 中山是沒有流冬 體溫穿館 皮膚會燒燒 沒什麼在人 那一山的確是一直流穿館 體溫沒有明顯的變化 皮膚會翻倍 所以會急近 中華政府今年六七過分 幾乎有十四人 因為熱到分氣喪到便宜 民眾如果有這種狀況 就要狀態的環節 先稍到比較涼的地方 用溫的民間還是電風先給降溫 並且隨便宜到便宜 因為是夏天時要盡量在較涼的地方 加淋水照片在那邊中山 或是熱水比較快勝